可以跟董事長嗎 可以可以 董事長嗎 可以 今天董事長拍照不要錢 可以可以 不用錢 賈詠傑親力親為 上警官台和顧客拍照 沒想到才上任台北101董事長 十天卻收到恐嚇信件 一名自稱劉小姐的人 寄信到台北101克服信箱 寫下我要攻擊賈詠傑 憑什麼當上董作 名字還用同音異字 結果警察證 留下的電話和信箱全是假資料 IP位置初步判斷在荷蘭 就是真的行程滿滿的這樣子 對 然後對我而言 就是真的很大的挑戰 所以我們剛剛有去 拜訪了我們的就是夥伴 賈詠傑上任後 勤跑行程 拜訪股東和客戶 也經常在網路上分享工作 現在收到恐嚇信發文回應 第一時間已經報警處理 上任後面對各種批評 說他是花瓶 沒讀說憑什麼當董事長 這些他都虛心以對 但碰上不法之徒 絕不寬容 相信台灣是法治國家 一定能將歹徒繩之依法 101金融大樓人員 也已經到派出所報案 同時加強內部安全措施 配合警方偵辦追究相關責任 會要不斷的往前行的一個進步的一個動力 我覺得就做吧 也沒有什麼好說的 因為大家對於一個美女的質疑是一定有的 台灣地標台北101董事長收到死亡威脅恐嚇信 還質疑賈詠傑實力 警方將持續調閱資料 追查到底是誰寄出這封信 東新聞娛樂中心在台北報導